網路熱傳的視頻顯示 5月18日位於中國深圳福田區 華牆北路的賽格大廈出現晃動 大廈樓頂的避雷針也在晃動 樓內民眾紛紛快步跑出大廈 順大街快速遠離 賽格大廈內的人員表示 事發時大樓晃動了十多分鐘 也有人表示 中午12點多就開始輕微晃動 但到下午1點多時 晃動得很劇烈 據悉 賽格大廈共有79層 其中地上75層 地下4層 當時大樓內約有1.5萬人 據深圳市各地震監測台和氣象部門的數據顯示 18日深圳未發生地震 事發時風速只有3至4級 未達到強風程度 而專家組在調查討論後表示 房屋震動原因不明 建議人員暫不要回到大廈中